大家好 我們接著上次講到的中央首長的秘密會館 有很多先為人知的事情 後來又出現了一件契竅的事情 是鬧鬼嗎? 那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呢? 我們都是一件一件地說 在那個荒唐的年代 從一些知情人的透露中 確實看到了一些不為外界知曉的事 當年紅衛兵小將們 在教委會的領導下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一些人家中物品被洗劫一空 當時 北京市的很多名人 包括一些高官被抄家 或被迫交出了一大批古書 肉器 瓷器 字畫等文物 其中主要部分 最後很多都集中到了北京中央文革領導小組 這個領導小組的名字很小 但權力卻是大無邊 當時的無夫人剛稱 就是這個小組大權在握的人 這些紅衛兵從人家家裡 拿走這些文物的時候 有些很客氣地說 是按照中央指示和黨的政策 我們要將這些文物集中起來 如果沒問題的話再歸還 這些文物被搜走之後 他們還製作了名為負責清理北京市 18個區縣的紅衛兵查抄戰果 登記造冊後 最後將這些文物古書大部分都集中到了中央文革領導小組 下載的在北京學府湖和36號院的文物處 講到這裡 我們要先講一下江青 據時任副總理的 來自全國人民學大債的大債黨書記陳永貴 曼年套路在他和江青交往中了解到 江青不收禮 收了都會付錢 陳永貴晚年的事後贊文 說了華國鋒、江青、胡耀邦等人的一些往事 最主要的是陳永貴對江青的印象很深 他認為江青可稱作風建設的優秀代表 但也有人認為陳永貴說的是有出入的 甚至是還有人認為有人借陳永貴的口講詩 陳永貴晚年的時候回憶文章中寫道 江青由於長期在毛主席身邊 同樣有著很多在今天看來都應該是 很難得的好傳統和好的作風 比如他從不接受任何人的禮品 我從大債回來帶一些特產給他 他從來都是付錢的 如果聽到這裏 很多人會想江青是多廉結奉公的 但是往下看江青的不收禮和付錢的內幕 你可能會大跌眼鏡 有人說無阻當然不會告訴人 在那個高級幹部特別是中南海的大圓門 是學玩樂衣食住行都有特工的年代 第一夫人江青這樣的級別幹部 還需要接受別人的禮品 還看得上陳永貴送的農村土特產 無阻近不會告訴人 江青不收禮 只收文物 但是亦付錢 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再往下看 據說是當時的江青 吃的東西都是特工和有專門的大廚做的 可以說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他確實不需要自己再粗心吃的東西 他之所以收了陳永貴的土特產品 也是因為當時陳永貴被老毛捧了上天 是大紅人 他自然要好尊敬陳永貴 收了陳永貴的禮物 給點錢 那象徵著與陳永貴的關係很密切很好 很多人想送江青禮物還找不到門 但是江青對值錢的東西都還是非常感興趣的 江青有一個嗜好就是喜歡收藏文物 這些紅衛兵就幫了江青的大忙 在當時 江青不但自己收文物給錢 亦給其他的首長們定了一個給錢的規矩 江青和其他首長們經常光顧文物處 並收買一些文物 既然是買當然要給錢 買了那麼多珍稀文物 江青全部照數給錢 有發票為證 總計給了20.64元 在這裡要提醒大家一下 不要走眼 這四位數字的中間是有一個小數點的 給錢怎樣給呢 我們就以登記簿上的原始紀錄顯示舉例說明 清代藝術家吳天章所造物一定 給錢兩分 將牙肝狼狼毫不一枝 給錢一分 諸如此類這樣的密密交易 當年北京市密密管理處控訴說 這樣買賣的紀錄 翻遍股金中外的賬本 無論如何都是找不到的 我們查了一下現在的股價 可以對比一下 現在吳天章制保物債物 7.2x2.6x0.7cm 重14.7克的股價人民幣 3000-5000 還要說明的是 文革抄加利的密密 極少有硬品 而現在這個股價的吳天章制保物債物 我們不敢保證它是真品 我想 從價格上的差距應該有多大 就是這樣在江青的大領下 康辛、姚文元 吳法憲等大元 紛紛定期來光顧這個密密處 就好像江青那樣 不是百元 是給了錢的 定期來買密密股玩等 因爲無夫人、江青等中共大元 經常光顧這個貌不驚人的中央首長 秘密會館的密密處 所以這裏戒備得非常嚴格 心怕哪個首長在這裏出了安全問題 但是還是出了這一點問題 搞到雞犬不靈 平時密密管理處的負責人們都感到 保衛首長安全是件頭痛的大事 首先 每次首長們來到視察工作時 附近的交通口交通隊 必定爭哨家綱 而且路兩邊還要戒嚴 被附近和經過這裏的人 帶來好大不變 好在人們已經習以為上 就不覺得傲老了 當時文館處在歡街一帶 好多人一來而去感都知曉這一切 其內部的工作人員 都當作茶餘飯後 對親朋好友津津津樂道的故事 互相傳播這件事 後來 人們發現附近街路的安保措施還可以 文館處大院的安全問題似乎顯得不夠嚴密 這樣 文館處的軍宣負責人 常海多次向有關部門請示 要在院的圍牆上加電網 同時進駐部隊警衛 確保首長的安全 但上級領導部門卻遲遲沒有批准 覺得居民區遠內怎麼可以拉電網呢?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是 住在這裏附近的人 不乎一些級別的大人物 所以也不敢太招搖 直到有一天這裏發生了一件大事 這下人們就開始重視了 據文館處人員回憶 在1970年夏天一個晚上 文館處的工作人員在食堂吃完晚飯之後 到了天天獨無損的時間 大家都在自己的辦公室 學習毛澤東著作 只有工作人員李新剛和原真信二人 在文館處的羽毛球院內一幫一 一對紅的談心 正談得紅紅火火的時候 其中不知道誰一抬頭 看到房上似乎有一個人影 說一聲就沒有了 難道是武功高手刺客 還是罵鬼呢? 那還了得 那是階級鬥爭新動向呀 特別是羽毛球院 僅良首長接待室 那首長如果被刺客行刺 或者被鬼捉就怎麼辦呢? 這樣這一幫一 一對紅兩人立即到辦公室 向軍宣隊領導報告 說發現房上有人 軍宣隊領導覺得事態嚴重 立即降庫現場 同時拉響了戰備令 這個戰備令是不容易拉響的 這一下人們都猛了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只知道靈星就是命令 這樣 這些文館處的工作人員們 匆匆忙忙地從辦公室跑到出來 院子女站隊集合 只見軍宣隊領導上海 方方張張地從前院跑步到後院 氣都喘了地下令說 根據李新剛 原真信的反映 他們依然發現遠無球院房上有人 今日誰都不准回家 各隊同我守 大家分散活動 各自為政 捉不到階級敵人決不收兵 北京府學胡同36號院 佔地面積很大 前後院院套院有好幾層 這樣大家都不敢抬慢 紛紛在院 房上上上下下地到處搜查 有些人搬梯上房 有些在院內傾過卡拉手朔 最後折騰到深夜人靜的凌晨1點多 什麼都沒有發現 連人影都沒有 難道是鬼 這個時候 上海將李新剛 原真信找你 低聲地問 老李 你們兩個到底見到什麼呀 這個時候李新剛都嚇到不敢肯定了 有些發抖地說 可能是貓吧 上海大陸 你們這麼大個人呀 連貓和人都分不清真是白活了 上海轉過念對大家下達了最新指示 同志們 我們第一次戰鬥結束 但我們不能夠說是勝利 因為沒有抓到人 這樣啦 我看道遠的和女同志先回去 到近的全留下 繼續警戒 決不放走一個壞人 於是幾個住在地安門 東大街113號的男同志全部留下 繼續在院裡到處巡邏 但是最後都沒有發現任何線索 這樣為了吸取教訓 軍宣隊再次申請安裝電網 和派軍隊警衛 沒多久之後就得到了上級部門的批准 有關部門派來某部隊一個班的士兵 每天就夜警衛 日頭時槍站桿 夜裡巡邏 還有 這個中央首長秘密會所的36號院 指四周都隔起了高高的電網 當時的公安部門有規定 有市民住宅區內不去拉電網 而虎鶴胡同36號院情況得署 竟批准拉假電網 即鐵絲網是真的 只是拉一根電線掛上幾個紅燈泡 報了夜裡電網上紅燈一亮 看照去逼女森嚴 這樣這個秘密會所更增加了神秘感和恐怖氣氛 自從這個文館處鬧鬼後 報到警衛班警衛每天持槍站桿 嚴格盤查進出人員 這下 那真是輔助了文館處的工作人員啦 只要有首長一來 立即大門緊閉 然後在院內實行戒嚴 所有職工只准進不准出 也不准打電話 不准在接待室的院落走動 尤其是中午就下班的時候 首長來了 誰都不可以回家園誘 等待首長走了之後才可以解除禁令 文館處的工作人員有時感到半軍園半虎 壓力很大 一般的首長來都好接待 只有江青來了不好接待 搞到大家非常緊張 因爲江青要求得極其嚴格 首先接待室要求一年四季行溫21度 下季好辦可以裝冷氣 到了冬天就難辦啦 因爲當時的北京冬天取暖沒有暖氣 文館處的各辦公室房間冬天都是燒煤自己 身爐取暖 燒爐又不衛生 很多燒過的灰煤飛揚 這樣接待室就不能夠身爐 那怎麼辦呢? 於是經過有關領導溝通 從雙輪的婦產醫院窩爐房或管道 將暖氣管接到首長接待室取暖 而燒窩爐的任務專門自派文館處 內部人叫劉景春的人負責 但是由於接待室連窩爐房遠 特別是要將室內溫度控制在行溫21度 那真是難倒了文館處的工作人員 因爲光清離了 室內溫度高了 低了都不行 那窩爐怎樣燒火呢? 後來大家經過雜思廣譯 想出了一個辦法通知負責燒窩爐的劉景春 即用性控的方法 在接待室和窩爐房之間安一電鈴 以鈴聲為號 約是兩長一短的鈴聲 說明溫度高了 約聽到兩短一長的鈴聲 即是說現在溫度低了 但是實踐中發現這個方法都不好辦 因爲窩爐房聽到了這邊鈴聲燒窩爐 溫度低了好辦 多加兩鏟的煤 將火燒旺溫度自然上去 但是當接待室溫度高了 要往下乾就不容易乾 特別是乾清離了 正直室內溫度在25至27度之間的時候 這個時候接待室工作人員不斷使勁按降溫的鈴聲 另一邊燒火的劉景春就忘得滿頭呆看 不斷從窩爐裡往外趴煤 封火可想讓溫度迅速降到21度 談何容易 還有一件樂事讓人們難忘 原來文物管理處的大門口有一個小環波 但是首長的車都要開進丸子裡 而首長的汽車通常都是大而底盤低 這樣汽車底盤磨地的現象時有發生 一日葉群離文館處 入來的時候沒什麼問題 但是出院的時候 汽車底盤卡在環波上 既出不去也入不來 那就嚇壞了工作人員們 這個時候 看全達室的劉青元趕緊招呼幾個身強力壯的人 喊著號指 好像台橋那樣 連台大推 費了九牛二苦之力 才把車弄了出去 幾個人就這樣試鏡台車 但是坐在車裡的葉群 卻心安理得敢不下車 於是這幾個工作人員心中都不痛快 葉群走後自周地說 過去見過台橋的 沒見過台車的 今天掌見識啦 讓我們幾個試一下台汽車的滋味 但是文館處那邊就好害怕啦 為了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由軍宣隊領導出面 聯繫市政工程部門 趕緊將文館處的大門口 又刨又刮 再鋪上力稱 用壓度機指壓 使環波降圍了平地 這位胡憶這段歷史的知情人 在虎鶴湖這個大院裡生活工作了十年 同時也是文化大革命 風風雨雨的十年 1979年北京市成立了文脈工作隊 從虎鶴湖和三十六號院 遷往北海北門 回憶者也轉行到了校股部門 這段中央首長秘密會所的文館處的回憶 也到此結束 我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下次節目再見 多謝大家